嗨,大家好,我是Richard Hsu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人寿保险 现在在马来西亚平均人寿投保率只有5万块 对一个价钱来讲,5万块够吗? 人寿保险包括了死亡、中山财费 还有市中超过去年就有得赔了 那这里有很多人问我 买这样的人寿保险怎么 死了又不是我用的 真的吗? 那让我和你研究买人寿保险的一业核债 当一个人离开购后 人寿保险就是最快创造一笔现金的工具 为什么人寿保险是最快创造一笔现金的工具呢? 因为一般上人寿保险会在6时间转交给你家人 而且它是唯一的资产不会被冻结 但是你一定要写好你的收益人 人寿保险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价值 怎么讲呢? 当我们出来社会 钱还没有赚到 物质还没有买到 股票还没有赚到 生意还没有做到 如果昨天的我们忘记起身 最近你值多少钱 如果有买到人寿保险呢 你就值钱 人寿保险呢 这是一个责任感 怎么讲责任感呢? 对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另外一半 我们的儿女 甚至于我们的贷款 都是一个责任感 当我们离开了 父母 另外一半 还继续要活下去 儿女 继续要上学 银行的贷款 还是要付 请问 谁代替我们付这个钱? 人寿保险呢 是可以代替我们赚钱的能力 怎么样讲呢? 比如讲年年赚100钱 10年就赚100万 20年就赚200万 但是在中途里面呢 如果发生了一个意外 中山残废不能够再赚钱 本来你可以赚到的200万 都不能够赚了 对吗? 但是如果你买到200万的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就赔进来 就代替了你的赚钱的能力 在我们人债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一切叫做资产 人不债过后叫做遗产 但我们要把我们的遗产 要转给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需要很多的费用 比如讲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评估费用 就是 Valual fees 第二就是 Executive fees 就是 执行费 第三就是 Stamping duty 就是那个印花税 人寿保险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它会把 这些费用解决掉 然后把你的遗产很顺利的交给你 心爱的家人 总结来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确保风险不会发生 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到 风险和明天哪一个线到 比如讲 疾病 意外 政绩治安的问题 所以保险是一个爱 与责任所组合的一个计划 也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必需品 希望大家从以上的影片 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来我们的网站 www.rsbrpanel.com 或者我们的官方面书 rsbrpanel 谢谢大家 我是Richard Siew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